今天这局带粉丝卡黑呀 是我有史以来 助安的最肥的一把 两套普通溜甲 一套钢铁溜甲 一套独眼神溜甲 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溜头和变卖物 故事的开始呢不是很完美 带粉丝一般都是以翻车开局 第一局 我掉了甲 第二把 我掉包 枪 粉丝掉甲 第三局呢 丝毫一把DBS 穷的连子弹都快买不起了 第一波学校黑市之战 我们收获了一件钢铁溜甲 普通溜甲 溜包 这个人也是投甲包全掉 补助状态 转身准备攻打学校的蝶 真是狐狸呀 这个老鸟 你们有榴弹的都轰这个树好 扫一聊冰过来 扶人 不过看样子呀 这个袍仔也快扛不住二号的榴弹 现在学校楼里还有人家 找个机会 诶 冲冲冲 Let's go 诶 最后一个太怂直接溜了 打了一个Boss 也没爆啥好东西 诶 还是去看看另外一个吧 好家伙真就乔治附体了 正当我纠结着要不要进地铁的时候 有人摸过来了 还好啊 我眼神好 我去啊 你是内奸吧 要不是队友挡住了 他早就没了 嗯 这里还有一本 这边火力还猛 你们千万别瞎嘛 哼 精彩呀 我还没让你都先拿过来的 差点就被偷了 快快快 先打这边 六啊 三个六头 还有个硬式头盔 感觉这几个人的导航在我们之上 厮守肯定还是不行 我从左边拿枪线 你们顺便放放枪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可以吗 比谁拉来远是不 后面闻 一个个的 真就喜欢当脑袋了 我先帮你们火力治愿 打完要后赶紧往后撤 最好是往我这边靠 我的天啊 又一套独眼蛇加金妹 能从辅射剧中出来呢 说明还是有实力的 剩下的可要小心点 哎 终于死完了 一个人单挑整队啊 现在可以踏着没了 这短短的十几分钟 居然就打了四套六甲出来 盒子呢 基本上都是冒的红光 三号来了个四级包来中 脸都笑懒了 我呢 说的给他取了个六级包 希望他今晚做了好梦 差不多带每个粉丝 赚了一套六级甲保底 哎 不容易啊 总算是原本完成任务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拜拜